可能會不只有兩位閃電俠 真正在這部電影裡面的大反派不是薩德將軍 他只是一個 歡迎來到88研究室就將看你的阿虎子John 最近美國的橄欖球賽超級杯推出了超多爆笑的廣告 還有很多新的預告片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就是6月即將要上映的閃電俠最新預告片 當然在開始分析之前還是要給大家一個大大的爆雷 因為我們這次的分析會用一家電影派劣勢就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推測如果真的不小心準的話就有可能會爆雷 那還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還沒有訂閱我們的朋友 我們會用輕鬆娛樂的方式分析Disney漫威DC的作品跟周邊新聞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都歡迎訂閱我們喔 想要更進一步支持我們的朋友 現在Youtube也有超級感謝留言 讓我們可以製作更多更好的影片來陪伴著大家 Marry 你在做什麼 我們孩子們會想看這個 就在今年6月即將要上映的閃電俠 這一次在超級杯的時間 除了推出的預告片之外 還有一個很短的TV Spot 那看這兩個預告片呢 我們大致上可以推測電影可能會演的東西 首先我們聽到的就是閃電俠被蝙蝠俠問到 如果你可以回到任何時間 為什麼要回去呢 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所以你為什麼想要留下來 然後戰鬥去救這個 閃電俠在漫畫跟動畫裡面最大的事件 就是閃電 Flashpoint 這個故事是在講閃電俠穿越時空 試圖想要改變自己的過去 結果創造出來一個完全不同的未來 那這次的電影大致上就是閃電的故事 主要呢就是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後 他回到原本的宇宙已經是一個重啟的DC宇宙 會從我們之前認識的DCU 變成新的James Kong的DCU 那讓閃電俠想要改變過去的主要原因 就是媽媽死去了那個晚上 有看漫畫或者是影集的朋友 應該會對這個故事不陌生 那主要我是講影集的好了 漫畫有超多的版本 在影集裡面就有演到他小時候 某個晚上有閃電突然間穿越了他們家 然後媽媽就死去了 結果警察判定是爸爸殺的 就把爸爸關起來了 所以影集裡面閃電俠為了要證明爸爸的清白 他後來就變成罰醫 一直在研究調查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推測在這次的電影裡面呢 應該是閃電俠慢慢的熟悉了他的能力之後 發現他只要跑到某個速度 他就可以穿越時空 所以他就選擇要回到媽媽死掉的那個晚上 去救媽媽 預告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有幾幕 是他小時候的樣子 但值得注意的是 因為這次電影裡面 至少出現兩位閃電俠 有些傳聞有指出他不只兩位 但這個我們完全在討論 因為有兩個閃電俠 所以他們會用衣服的顏色 還有閃電的顏色 來分辨出兩個不同的人 我們認識的閃電俠 也是DCEU來的閃電俠 他的閃電是黃色的 然後這一位 老蝙蝠俠宇宙裡面的 長髮閃電俠 他的閃電是藍色的 但他們穿的衣服的顏色剛好是相反的 DCEU短髮閃電俠穿的是藍色的 老蝙蝠俠宇宙長髮閃電俠穿的是黃色的 所以我們在預告片裡面看到 他們小時候的回顧畫面 也有分兩個顏色喔 所以應該就是他們兩個人不同的記憶 一個是黃色衣服閃電俠的過絕記憶 一個是藍色衣服閃電俠的過絕記憶 再來我們看到騎摩托車的蝙蝠俠 這一幕剛好堆上TVspot的畫面 應該就是電影的一開始 DCEU Ben Affleck的班符俠 從蝙蝠機上面跳下來追壞人 這一次可以看到 他穿了經典的藍灰色蝙蝠裝 皮帶還是黃色的 就跟以前的動畫一樣 你知道我小時候的蝙蝠俠玩具 就是藍色灰色然後黃色的皮帶 好舊喔 那當這個蝙蝠俠在追趕壞人的時候 閃電俠也有趕到現場 另外也有看到一幕 是閃電俠的戒指打開的畫面 這個在影集裡面 第五季有演到 小戒指裡面裝的就是閃電俠的衣服 所以電影版的看起來就是比較可激感 那我們從預告片的畫面來推測 電影的一開始 應該就是正常的 閃電俠跟蝙蝠俠英雄救人行動 接著閃電俠發現自己 可能有能回到過去的能力 就跟班符俠討論該怎麼辦 班符俠就試著要阻止 但閃電俠沒有停 就回到過去救了媽媽 我可以安排的事情 你也可以破壞的事情 結果應該就跟電影回到未來的事件一樣 他回到原本的時間的時候 一切都改變了 媽媽確實是活著 但是另外一個自己卻沒有變成閃電俠 那這一段剛剛我們有提到 閃電俠會變成閃電俠是因為 他為了要 證明爸爸的清白 所以變成法醫 然後在做研究的時候 不小心被打到 那就變成閃電俠 那如果媽媽還活著的話 他其實就不需要做這些活動 他可能就當一個正常的學生 所以他就沒有變成閃電俠了 就是一個媽媽還在 自己又不用努力的Barry Allen 停在那裡 我進去 然後預告片的畫面 來到了超人裡的反派 Zod 薩德將軍 來到地球 只是這一次跟 超人鋼鐵英雄電影裡面的事件不同 在這裡沒有超人 來做第一個打招呼的人 薩德將軍就開始攻擊人類 我完全破壞了宇宙 Zod 我們在等著你 再來預告的畫面 就帶到了這個宇宙的蝙蝠俠 也就是Michael Keane版本的老蝙蝠俠 他把蝙蝠裝的機關 放在他們一家人合照的照片後面 仔細看的話 他的手有點髒髒的 看起來好像有點受傷 我們在超人大戰蝙蝠俠的電影裡面 有看到一開始回顧的畫面 當超人在跟薩德將軍打鬥的時候 Bed Night Flag版本的布魯斯維恩 其實有在附近看到的這一幕 所以非常有可能的就是 在這個宇宙的薩德將軍 在打人類的時候 這個宇宙的老布魯斯維恩 他也在那邊看這一幕 所以他受了一點傷 然後決定要回來當蝙蝠俠 看到Michael Keane 回到蝙蝠俠的裝扮裡面真的超酷的 只是 你知道華納影業他們 其實會把歷代的蝙蝠俠的蝙蝠裝 全部都留著 我記得之前有看到那個 蘿蝠派定生 Robin Pattinson 他在拍蝙蝠俠的時候 他有說他一開始去 試那些蝙蝠裝的時候 他就有試到幾個就比較臭臭的 就裡面還有很臭 我好像就沒拿去試 超好笑耶 意思就是說Michael Keane現在穿的這個服裝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就是他當年穿的 然後只是把他改大一點而已 超帥的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所有的朋友 你什麼 我是蝙蝠俠 來到了蝙蝠洞 在這個畫面呢 我們有看到蝙蝠俠的車子 還有蝙蝠機 停車的地方 就跟1989年的版本是一樣的 那值得注意的是 他旁邊的設備 看起來都非常的老舊 應該是有退休很長一段時間了 接著就看到一個小打鬥的畫面 背景音樂也是 舊版蝙蝠俠的配樂 雖然看起來都是發生在蝙蝠洞 但如果慢下來看他在打誰的話 可以看到 是一些士兵 這一段應該就是蝙蝠俠 跟閃電俠 去救超少女的畫面 預告片後來也有最帥的一幕 就是被救出來的超少女 把這些士兵全部都打肥 James Gunn之前在宣布 接下來DCU計畫的時候 就有說 他們會再拍他們自己 版本的超少女電影 所以這一位 由Sasha Colley 飾演的超少女 最後應該只會留在這個宇宙吧 然後之後DCU會 自己再找一個演員演他們 那個宇宙的超少女 那值得注意的是 當Kera超少女 飛下來幫忙蝙蝠俠 還有閃電俠的時候 他基本上完全沒有保留實力 直接殺了這些士兵 James Gunn之前有提到 這是因為 Kera跟克拉克 是不一樣的 他是在星球被毀滅後的幸存者 所以目睹了很多恐怖的 打打殺殺 性格上 會跟在地球被爸爸媽媽的愛 養大的克拉克肯特 超人 差很多 他是會殺人的 所以我們從預告片裡面推測 這個宇宙的超人克拉克 很有可能 在飛出克星前 就被 薩德將軍殺掉了 或者是 從那個星球逃出來的 只有超少女 其實幕後他們也有講過 就是在閃電俠的電影裡面 不要期待有超人會出現 沒有超人 沒有Henry Cabot 沒有 你不會讓我活 你不會讓我死 再來預告片中 可以看到 短髮的閃電俠 幫長髮的閃電俠拿到能力 他們是透過蝙蝠俠的幫忙 像風箏一樣 讓蝙蝠機吸引閃電 再透過閃電俠 打到長髮Berry身上 之後他會穿著 由蝙蝠俠盔甲 改裝成的閃電俠服裝 然後就會變成 預告片裡面看到的 黑色閃電俠 Berry 你在做什麼 我們的孩子會想看這個 預告片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一開始有提到 可能會不只有 兩位閃電俠 這是因為有一些 傳聞有提到說 其實 真正 在這部電影裡面的大反派 不是薩德將軍 他只是一個 串場 就是帶出 超少女的 然後變成一個 一開始的危機 但是幕後 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更邪惡的力量 所以就不太確定 到底是 逆閃電呢 Reverse Flash 還是另外一個宇宙來的 邪惡閃電俠呢 這樣子好像比較合理 不然 預告片上看一看 好像 故事大致就已經 排一排就出來了 所以 他們一定有保留什麼秘密 或是 保留某一個故事的 最重要的情節 不然就 除了傳聞裡面有提到 不止兩個閃電俠之外 好像也會 不止兩位 蝙蝠俠喔 你是Batman 我是Batman 但第三位蝙蝠俠 好像只是出現在片尾畫面 James Gunn 他自己好像有出來說 喔那個不會是 George Clooney的蝙蝠俠 不會是他 所以還有誰呢 再來就是 Val Kilmer 可是Val Kilmer 健康狀況應該是 不太可能會來演 所以 非常有可能就是 很老很老的 Adam West 或者是 Cristian Bell 可是不對 Adam West在2017年就已經過世了 所以如果是Adam West的話就是一個致敬 但也不太可能 所以 Cristian Bell的可能性比較大 我唯一能夠推測就是這兩位 對如果是Cristian Bell 只是出來就是 你來這邊幹嘛 就夠了 夠了 就超酷的 對啊 結果後來出現就是 Robin Pattinson 就 真的真的傻 好啦好啦 那這部電影呢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期待 因為我有聽到一些 就是 認識的 還有說 有試騙過的人 都說這部片 超級讚 完全屌打之前的DC電影 當然我不希望讓大家的那個 期待值往上升 因為沒有期待就沒有失望嘛 但James Gunn自己也說 閃電俠這部電影是他 這輩子看過 數一數二好看的英雄電影 就非常壯觀 非常好看 所以 在這時候提高一點點 也是希望他們 你可以給DCU一個 合力的轉換 變成DCU 因為他會經過一個閃電 然後就會重啟 但是他是 部分重啟 他不是全部重啟 現在比較確定的是 水星翔跟沙戰是確定會有 在新的DCU裡面 只是他們還在 找機會讓他們出現而已 你知道嗎 我不會死 我年輕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你覺得 最後大反派有可能是誰 有沒有可能有第3個蝙蝠俠呢 你期待看這部電影嗎 都歡迎留言跟我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88研究室就這樣看見朋友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回到過去的話 你想回到過去哪一個時間 為什麼 如果你現在問我的話 我沒有想要回到過去改變 就有很多事情我很後悔 當然 我覺得我相信大家 這一輩子一定做過很多後悔的事情 像我的手好了 你看我的手 之前為了愛情然後打斷自己的手 然後 現在小指你看 就已經 怪怪的 他沒有辦法完全 下雨天的時候 或是變天的時候 很容易會 這邊就很痠痛 就很不舒服 會不會後悔 會後悔啊 可是 我又不能改變這件事 對不對 他就發生了就發生了 至少現在的我 現在的我 看得比較開一點 很多時候 我們在看事情的時候都會覺得說 事情到 從頭到發生 然後好像就結束在那裡 那就完了 哇 犯錯了就這樣 完蛋了我卡住了 我犯錯了永遠都錯了 我永遠都不好 但其實 人生好玩的地方就是在 那個事件發生之後 你還是會繼續下去 他不像電影一樣 就是完結在這裡 然後就 一個片單會出來 你人生所有碰過的人 全部都出來 我的故事不會在 我大學畢業之後 找到工作 我的故事不會停在 我結婚 然後我就 幸福美滿了 就這樣子 就沒有了 以前的我比較會是這樣想 就覺得 某個事情真的好重要 好重要 他就是我人生中的一個 大事件 他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件 然後 發生了 然後就 他會 他會決定我的生死 這樣子 結果他發生了 然後呢 我還是在這裡 我還是會繼續下去 其實 事情 發生了 有他們的 好處 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犯那個錯 我們就不會 學到 那個經驗 然後也不會成為 現在的我們 我如果當時去了一個 非常好的大學 然後變得 非常成功的話 我也不會坐在這裡 可是我現在很滿足 我如果沒有回台灣的話 我有可能永遠都不會 養蜜蜜 我那時候 養蜜蜜會不會後悔 有的時候會啊 我想說天啊 如果他哪一天走了怎麼辦 就我很怕 我很怕 失去蜜蜜 然後所以我不想要 開始這段關係 可是 我很幸福 因為有 蜜蜜蜜一直陪著我 我們犯的 我們做錯 我們後悔的事情 全部都是經驗 對啊 學會把它放下 然後往前走 然後 自己開心就好了 所以你真的要問我要不要回去 其實 我可以跟你講 走到現在 走到今天這一天 我不能保證每一件事情都是我 有計劃好 按照計劃走 然後有把握可以 再次完成的 不管是錯的 還是對的 對啊 我現在就是想說我現在的人生 閃電俠的閃點故事 他 裡面有一部分也是在講這個 他到後面才知道說他其實沒有辦法去改變過去 因為他改變過去會影響太多的東西 他如果改變了任何東西他都回不到他原本的那個未來 所以他後來學到的這一刻就是 繼續走下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 有勇氣 可以繼續走下去 加油 好啦 喜歡再次寫的話題 都歡迎來到我的個人頻道 或者是 訂閱我的IG 我真的需要人幫我訂閱 因為 我還是需要賺錢養家 米寶的食物靠你們了 謝謝大家 有空的話來我的IG 來我的頻道 我們到時候再見囉 掰掰 你的眼袋好大喔 對啊我現在好累 你這邊整個會爆炸的耶 你眼袋太大了吧 等一下 我要放大了給大家看你的大眼袋 我沒有睡好啊 這完全沒睡好啊 太大你再 再來一次 你這樣子一下 你看你的右邊眼睛大到不行 那是眼袋吧 我不知道 我沒有臥 那是眼袋 感覺好像青蛙 眼袋超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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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青蛙 青蛙要吃東西 你就視野 你就是 眼袋 就跳走了 歡迎來到巴拉巴研究室大家好我是John 你看那邊巴拉巴研究室大家好我是John 就是這樣 你開這裡 大家好我是巴拉巴研究室 我是巴拉巴研究室 你後面那是什麼大家好我是John 你後面 小心 歡迎來到巴拉巴研究室就這樣看你大家好我是John 這樣很好笑我可以這樣子開場 歡迎來到巴拉巴研究室 巴拉巴研究室可以耶 巴拉巴研烤魚 巴拉巴研烤鯨 巴拉巴研烤鯨 巴拉巴研熟蝦 巴拉巴研熟鴨 你有在看嗎你在幹嘛 你有在轉型嗎 你有在轉型嗎你有在轉型嗎 你有看聲音真的好嗎 剛剛怪的地方在哪裡 你在幹嘛 我來看你最後會變怎樣 你說什麼 你說我拍完一遍嗎 欸為什麼 你那件衣服看起來那麼緊啊 我會變胖了吧 他這個袖子好短啊 對啊 為什麼我剛看菜眼笑的時候要什麼這麼緊啊 真的啊 超厲害 好結束了結束了 欸我要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好可以喔 超隨便 超隨便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我要回去買東西 寫我五天的阿福 我晚到早上直接去看藝人 欸對明天要看藝人欸 你要拍照片 這個算我嗎 謝謝明天 我們在帳新的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